车缓缓往路边靠 但就在近站的前一刻 突然发出巨响 公车失控 车头直接撞上屋檐 整片余泽掉了下来 灯管散落一地 司机赶忙急煞停了下来 这下完了 因为遭殃的是一间烧肉店 遭公车撞上的 就是新北市戏指明峰街上的一间烧肉店 30号中午12点多 公车经过餐厅时 因为一旁就是公车停 准备要靠站让乘客上下车 却撞到屋檐雨遮 幸好没有人受伤 但店家损失惨重 餐厅屋檐整个塌陷 公车的右前车头 也留下撞击后的痕迹 新北市戏指这处公车停靠站 公车棚延伸出来的长度 有120公分 而店家的屋檐宽度 仅有90公分 这一撞 让店家损失将近20万元 已经开这么久了 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也觉得很不好意思 他说他不知道 怎么会开到这边来 事后警方清查 公车司机没有酒驾 他共称是距离没算好 才会酿货 一个不留神 最难受的还是烧肉店老板 店门被撞毁 紧接而来的中秋廉假 他到底该怎么度过 记者阿公雅麦 新北市报道 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费